我預備 開始 他這隻在試煉上非常好用 而且超越了之後 都用A-TURN 可以解散所有的debug 不知道多好用啊 女版的機槍 他這打技可以附帶一些debug 但是他使用攻擊的畫面實在太慢了 一開始沒什麼火的人用 就唯有充當著打第一個試煉 尤其是XBB 不攻擊那一刻才是好 軍師同樣是用來打水的輪子妹 但是最重要的都是XBB 用來儲起來用下一次XBB來的 水寶就承繼他們第一代本身受歡迎的角色 但是他那條巴夠短 但是始終都沒有第二集 已經沒有第一集那麼強 舒貞就用來打第三、四次連和第四次連 打完之後就已經翻進去了 沒什麼再拿過 頂到盡有時候會用XBB 全家裏面我只買了一個火爬 買了練 打算打第一試煉 都沒練滿就已經打完第一試煉了 光寶這隻 直接買了回來 其實是完全沒用過的 自在貪他的XBB 當時沒有光寶之前 他就是唯一一隻可以跟XBB加起來 光暗 就是光暗 天派妹 就是專門為了第一試煉 專門買回來的寶 也是唯一一隻火屬性的大寶 創劍 創劍當初買回來 自在就是拿他的SKILL 加一個HIT的SKILL 打算玩HIT 數龍 誰知剛剛好 撞到紅關那隻 沒有得停 連刀加姐 他用的範圍都已經算廣泛了 但始終都是因為他的屬性是屬於暗 所以當初試煉的時候 沒有辦法拿出來用 連刀的妹妹 反而是第一隻打得又補得 當然啦 當時補又是補少一點 但最重要其實是兩個XBB 其實是挺好看的 苦連超越了之後 什麼的範圍都很好用 哪一方面都很好用 唯獨他超越了惡灰只有三點 暗蟹超越了之後 非常好用 但唯獨他用苦連的XBB 始終都是只有單體 沒有那麼好用 還有PVP有時候要符合 會符合非人類性別 那個組別 嗯 這隻是恐龍戰隊第一隻 懂得加血數 是那時候 整個第二集第一隻加血數 所以在PVP上面 都是會有些優勢 氣神一落是因為他的歡迎 第一集的歡迎 第二個原因是因為 他自在有爆發力 爆別人 禍神的出場就比較少 連PVP也上不了 但他始終都是說多一點 少少的BBA 多一點 潰瓦斯的系列 其實我就買了 包括這一隻 但是這一隻的火 這一隻 始終都出不到試煉 唯獨他用XBB 所以這一隻 反而是打獅子的時候 會比較好用 因為最主要是減傷 但是卡爾 出場之後 他就已經再沒有了 木這隻守護神 他BB那時候 已經是Random的攻擊法了 更何況 XBB是可以四屬性減傷 雷的守護神 這一隻 反而是打過水的那兩姊妹 還打過卡爾 不知了就是這樣 還有他的XBB 是唐三藏的那三隻 到潰瓦斯 他本人 潰瓦斯本人 反而沒有什麼用處 反而是他打鼓仔 或者自在就是 要跟其他四隻連XBB 火昌這兩姊弟 其實就開始進入了 XBB有兩個功能以上 他弟弟就反而是加Critical 但是他那條BB太長 所以不是太好用 光這一隻就是最慘的 買了回來 完全是用不到的 曾經上去PVP 想說BB可以全體 但法國的威力實在太差了 勇趣神反而是比較廣泛 可以用到很多不同的範圍 但他只是比法弓神 比較強一點的意思 他主要的Buff就是被打加BB 但是當他打四年 其實都是充當著炮灰隊 暗屬性裡面的第一隻寶 始終他的寶量都不是太高 雖然都說有些防的debuff 但始終他最著眼的地方 始終都是他的XBB 潰瓦斯的另外一隻主角 他的功用差不多可以在團長未出來之前 但團長已經撐到下一期就出 他用得太短了 他的Leader技很好 非常好用 所以在每一個範疇上面 都會經常都會用到他做Leader 尤其是PVP 團長的BB加三位 和他的Altern Skill 轉屬性令到他在初期的奧地 和攻防戰都非常好用 Star Wars的主角之一 他只是在期間才能購買 最重要是他只不過是增加光的攻擊力 下一隻就更加出場出得少 他雖然可以加光的防禦力 但其實他最主要的作用 就是可以叫黑武士出來 就是用的範圍不多 但是他試煉或者打紅瓜的時候 他的保量或者持續保 都是非常夠 跟何方還有防debuff 第一隻可以加Hit數加兩Hit的人 在當時可以防到跌屈 又可以打得的 都算OK的了 他的故事是比較難打的 而且他的Altern Skill 比較適合打PVP 但可惜的是 他加的Buff 不是太主流 以及攻擊太慢 水寶有這個屬性的減傷之外 最重要是他的防護Critical 非常適合打老虎 甚至是卡爾 他可以落基本的幾款Dock 甚至可以Dock加傷 Hit數也非常多 但是他的攻擊環境 也拖得最長 這隻可算是100年當中 最值得買的 所以我的範疇也很廣闊 也可以令整隊不斷用BB 另外一隻也是很值得買的角色 他可以用來打老虎 也可以打卡爾 打完卡爾 有了卡爾之後更加厲害 因為他加了水屬性的攻擊力 效忍是第一隻 Critical 可以加到BB 他可以比起老虎好用 但是如果比起Google女 的話就沒那麼好 他的Lead技叫做好少少 BB和SBB的功能都是好少少 光盾比起剛才那兩個比較好的 始終都是因為他可以break到卡爾 以及他可以減傷 最重要的攻防都可以用到 可惜 這個系列一出的時候 其實三巨頭 即是召喚了三隻 召喚老的三隻已經出齊了 所以他出場的機會真的沒什麼 女王 就是在你未有卡爾之前 他其實是一隻非常好用 這打技也非常適合 給大家去玩 好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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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